今天小丁的定装照应该让无数球迷惊喜,这也意味着国内又有一位球员宣布进军NBA,加上他,目前已经有两位球员,出现在了NBA赛场。 而要说南兰的下一批领袖是谁,那么肯定就是小丁和周琪了,目前易建连已经来到了31岁,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老将了,并且在今年亚运会的时候,南兰考虑到他的体力,甚至没有召集他归队征战,这也是南兰史上非常罕见的。 但现在的阿联依然是目前这种南兰的核心球员,他也是这只南兰最具实力的一位球员,而阿联始终会退役。 当他退役之后,小丁和周琪可以完美接替他的这个位置。 在今年亚运会周琪凭借自己在攻守两端的表现,他征服了无数球迷,这也证明他在NBA并不是混日子,而是实实在在的提升实力。 并且在亚运会上,周琪凭借一记暴扣,全面捍卫自己在南兰的地位,再说另一位领袖小丁,他是最近两个赛季都是CBA的MVP,这也意味着小丁在这两年,不管是数据还是带队能力上都战胜了阿联,上赛季甚至还杀戮到了四强。 并且在这两年,他连续两个赛季参加夏季联赛,其实去年他就有希望进入NBA,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,而在今年,他选择了直面挑战,所以这两位球员,他们不管是在CBA还是国际赛场,都得到了球迷的认可,他们完全有能力成为南兰下一个十年的领军人物。 再加上最近,两年的阿布、吴钱、赵瑞等球员的崛起,未来的南兰有望再次辉煌。 阿布、吴钱、赵瑞等球员的古兰有望再次辉煌。 阿布、 Notre、阿布、淵、赵瑞等球员的账方,赵瑞等球员,赵瑞等球员的封一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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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